剛才很有趣 德哥在WhatsApp看大家有什麼商量 有什麼食物 結業潮 說事事 那時快 01彈一宗新聞出來 又有一些燒鵝專門店倒閉 十分鐘前就在銅鑼灣金濤燒鵝明日結業 這麼急的明日 老闆娘清完約 趁機休息 不想發展站未決定 這間是由中環預記金氏家族第三代廚人開設的名店 我記得我去吃過 真的很棒的 我本身不喜歡吃鵝同吃鵝 但我去到我也會叫一份燒鵝去吃 是的 德哥應該試過了 這間是否 也試過了 不如結業潮 我們身處英國 甚至乎四方八面 全球華人什麼都在聽 你們稍後幫忙搜查一下 最近有什麼結業 我們好像看到有九龍標行 是的 他就不是全線結業的 他是結束某一間分店 在觀塘沒有結束 觀塘的 結束某一間分店 有沒有其他不同的地方 都說頂不住了 很多時候 那些老闆說 為什麼你頂得住疫潮 疫情 疫情三年 三年沒有生意 叫做疫情 大家都不肯出街 政府說什麼禁令 讓大家出街等等 你頂得住疫情 通關了 大家不是說服上了 生意好做很多 為什麼 路路逐逐聽 燒鵝店也頂不住 燒鵝店大家 除非晚上沒有人去光顧 剛才聽過光燒 光燒是不是輸球輸得多 因為我沒有光顧 幾年前 早點光顧 大家一起光顧 讓它頂得住 很多很多店舖 有些比較有歷史的那些 都說頂不住 令人有點疑惑 又要問我們才爺 波哥 為什麼服上之後一年 經濟店舖都頂不住 其實我還沒說之前 剛少讀完那裏 據老闆梁甘太的表示 因為店舖的租約即將完結 決定趁機休息一下 約就完結了 做了五年多 挺努力 需要時間休息一休息 其實放棄很容易 那時候放棄員工 不知道去哪裡找 他說那時候的意思就是疫情的三年 其實疫情期間 他想結業 但因為覺得這個環境應該要咬緊牙關 因為有很多員工都是由舊舖跟過來新舖 他不想這樣放棄了他們 所以他堅持到現在 剛好租約期滿了 算了 真的頂不住了 就將他完結了 收到 好 但是租約問題 剛才德哥說 為什麼疫情的時間 反而頂到現在也頂不到 如果根據一些片段 很多訪問 街上的食店 他們都是說出同一個 可以說是論點或者結果 就是疫情的時候 香港人都會留在香港地方吃飯 就是留在家裡吃飯 所以往往很多 雖然他那時候禁堂式 晚上幾點後自登 甚至是完全監 或者什麼什麼 他們都會去買飯回家吃 或者買菜在家煮飯 但是你一通關 疫症消失 往往這也是相對的拿命藤 可以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都去旅行 我身邊的人 就算Jack 我身邊的朋友 已經去了五六次日本了 就是剛剛通關 蔡山也是 四五次了 我特地去 每個人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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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每個人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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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次幾個月 身邊都是這樣 好了 那你變成真是聚不到那些人氣旺氣 你變成一旦沒有人吃飯 真是不好意思 真的是這樣 說得難聽一點 我們昨天節目也有說過 德哥 其實我們剛巧說起就是別府連鎖店結業 還有拉麵 別府拉麵 另外凍肉的大昌 大昌行 凍肉店 現在呢 我們昨天也在說 大昌經營三十幾年 大家小時候 一去燒食 就一定運大昌 入了骨 現在到處都是凍肉店 但以前不是 大昌 燒烤麵 燒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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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牛扒等等 全部都去燃賣 燃賣 它的好處就是 它燃賣 不用我們燃賣 所以就真是 很可惜 可能競爭對手多了 現在到處都是凍肉店 到處都是凍肉店 怎會找大昌 所以大昌 一個這麼大的品牌 又面對這麼大的競爭 三十年歷史日 都要定等 沒了 大昌行 本身可以面對的競爭太大了 因為它有很多模式的東西 你做到的東西 其實街市很多動物店做到 第二 還有數字屋 數字屋你買到的東西 數字屋賣得比你便宜 貨源又比你好 它是一個被市場淘汰的事件 但這一次 這間是名店 我們昨天所說 現在人們都走去三宋飯了 不會坐在那裡吃東西 原來發現這間夠高質 它也不是很大間 它這些店沒有二十張桌子 十多張桌子 都是無法生存的 有時候真的沒辦法 租金絕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大家出去吃飯都知道 我那天跟朋友去茶餐廳 去茶餐廳 不要緊 德哥斷了 我們再繼續 我那天跟朋友去茶餐廳吃東西 叫晚上吃飯 吃小菜 應該是這樣 逼著你 晚上一定是套餐 叫一個生炒骨 是98元的 碟子挺大的 但是生炒骨只有幾塊 但是明白的 我真的沒怪它 大家都明白香港的租金 是嚇死人的鐵文數字 再加上人工 聖雕油火納是難以生存的 最多就不要吃 出來吃就不要嫌那樣 它少得來 碟子是大 它就放了一塊蘿蔔 插了一棵類似的花 因為它的碟大 碟子是大 所以壓了半個碟就比較好看 有幾塊 生炒骨在旁邊 我們就頂住 也明白的 這次比我們更大的警號 昨天我們也在討論 會不會所有消費力集中偏向一些低消費力 高消費力是不受影響的 中型的那些受影響 因為高仍然有另一班客 有班客專門吃這些高檔東西 原來不是的 連優質食品都可以面對這個問題 糟了 跟我們昨天所說的事 目前市道蕭條的情況超出我們的預期 如果德哥來說 譬如你經歷這麼多年 我記得除了沙士年代雙拼飯 可以跌到10元一盒之外 是跌到10元一盒 當時我是希望你買回20元 我心帶是這樣 對 你說得對 我是想你買回貴一點 那時你越買得便宜 證明我們越差 德哥也說了 拳頭雲梯麵 我記得那時在中環吃 在中環吃的朋友帶我去 真的10元一盒 真的假 肩膩膩 就是這樣 他又沒有偷工減料 一樣是拳頭這麼大粒 年輕人拳頭這麼大粒 這樣的時代 那怎樣才有生機 德哥有什麼做法 我們說歷史可以過一生的事 我們記得以前的中國人開店 然後拳一盒就專選年尾的時候 對 因為他的拳一盒可以避免出商量 出花紅給一些人 一拳一拳就沒有了 老闆也沒有了 現在呢 即是同樣的 就是同樣的對應方法 那些僱員也是 等你出了多少商量花紅 然後立即遞遲即遜 又是這樣 外面界又是這樣 現在大家都 僱員都一樣 等你出花紅商量 但是現在的老闆 似乎就是 我感覺上 現在才倒閉 即是3月才倒閉 理論上他應該是1、2、6年前 都有了一些商量花紅 尤其是剛才的 可能已經有些良心了 尤其是剛才的良心老闆娘 這麼說到疫情的時候 都照開頂住 只不過到那個租約完滿 自己也要計算 顧好自己的荷包 沒有理由大家的生計 自己的荷包日蝕夜蝕 這樣就蝕了租約期 接著再怎樣 這個老闆娘也算 我自己覺得 都是良心顧著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成績訂購支持